大家好,欢迎来到西门子电器和自动化全球客户服务中心 在本教程视频中,我想向您介绍P表电流显示负值的原因及开关量输入 通过一核二号键翻页可以查询P表的各项测量值 此时,A项电流显示为负值,B,C两项电流显示为正值 相应的,A相有功功率P,是在功率S,功率因数PF也为负值 电压电流之间的角度显示是以电流为基准,电压超前电流的角度 此时,A项电压超前电流角度为100度,B项电压超前电流角度为0度,C项电压超前电流角度为0度 此为正常显示 P表为四项线表记,当电压超前电流角度在90度到270度之间时,电流就会显示负值 屏幕最下方有四路数字开关量输入接口,IN1,IN4 数字开关量输入接口采用无源干接点方式接入,将端子,DI1和公共端.com连接 开关量,IN1由分开变为闭合 感谢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不要忘记扫描二维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更多有趣的信息等着您 如有问题,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150-606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